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就够了 大家好 我是Norman 欢迎回到糯米之家 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个位于Downtown的2加1的公寓房子 我现在站的位置就是Canoe Landing Park 是这个房子面前一个市政规划永久的社区公园 由野餐区 足球场 宠物游乐场 孩子们玩耍的区域和大片的绿地 好 下面我们就到房子里面一探究竟 这套公寓的面积约900平尺 在Downtown的两室户型中属于很奢侈的配置 要知道现在很多楼盘 两室居然只有600尺左右 一进门左手边是大衣和鞋的收纳空间 以及一个小的凳 可以用作办公区域 凳边上是公共区域的洗手间 带浴缸的全套配置 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大大的卧室 有一整面墙的衣柜 餐厅和客厅很宽敞 面积在这个大小的康斗中绝对是独一份的存在 发挥你的想象力 把它布置的温馨舒适吧 餐厅旁边是配有独立卫浴的主人房 摆一张 queen size的床 依然有空间放得下其他柜子 阳台向南面望去 公园和远处的群楼 湖光景色 尽收眼底 站在阳台上 是永久的城市画面景色 不必担心面前建一栋其他的楼 在未来挡住你的视线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楼下玩耍 站在阳台上喊一嗓子 应该就可以喊他们跑回来吃晚饭了 楼里面自带的健身设备非常齐全 日常使用的健身房 配有非常多套设备 不用担心和其他人一起锻炼 没有位置 除此之外 还有乒乓球室 台球室 电影放映室 热瑜伽房 SPA区域 聚会厅 碧球室 室内游泳池 在这些之外 还有锻炼完了可以喝喝茶的休息区域 这么多设施 会不会让管理费太贵呢 答案是并不会的 这个900尺的房子 管理费算上车位和locker的部分 也只有685块钱 这是因为大楼的整个设施 是由4栋楼共同分担的 大家都会有不错的健身设施 同时管理费也不会太贵 摘出物业楼下超市餐馆林立 生活非常便捷 南面不远处就是安大略湖畔 步行300多米即可到达 便利的streetcar街车 一趟车就可以到达Union Station 房子的东南面 步行2-3分钟 便是该社区专门建立的社区学校 Jane Lum Public School 继续向东走可以来到多伦多知名球场 也是足球和橄榄球队的主场 Roger Center 这么好的房子不到一千一尺哦 投资升值潜力巨大 自助生活无敌方便 想不想亲自来看一看呢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房子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大家希望我带小伙伴们 下次去看你的房子 欢迎这边加我的微信联系我 Norman一来卖的超快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毕竟转发了你就转发了 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就够了 我们下期见